一大新樓春訓開幕儀式 十一號在義守大學正式舉行 領隊謝比韻帶領著教練團 以及球員們拜天公 祈求新的球技有新氣象 我希望今年可以順利完成 前男跟百紅 因為距離達成的目標也快接近了 然後希望新的一年 就是身體健康 然後可以順利的達成 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也希望可以幫義大拿下總冠軍 球技結束的時候 跟韻英學長一起練 然後他教了蠻多變化球給我 所以自己春訓的時候再慢慢調整 搞不好比賽就可以派上場這樣 他有教我取球怎麼調整 所以另外西階球路就不方便講 不然被摸透 去年的目標是身體健康就好 然後今年也是合育的最後一年 我就 期望自己是先不要受稍微 第一優先嘛 然後再就是以中繼王為目標這樣子 球員積極備戰 球團也沒有閒著 為了打造全犀牛主場 目前球團正在等待 陳清湖球場的招標事宜 若順利任養 新球季六十場比賽 將會在高雄舉行 另一個備案 則是高雄四十五場 台中九場 北部六場 那為什麼有兩個方案 因為高雄市政府要在一月底才開標 如果一切順利 開標一切順利 我們就會朝第一方案去走 那現在就是預防有一些變數 所以會準備第二方案 那我們希望只有一個方案 此外 為了補足賈西亞 以及克拉蒂離隊的空缺 目前球團也計畫網羅 三名羊頭 預計過年後抵台報到 因為今年我們的管道非常多 所以羊將在我們這邊 羊頭的現在目前收集的名單 有將近三十幾個 那第一步篩選出來十八個 再希望在兩個禮拜以內敲定 扣下板機 用七彈射爆對手 一大犀牛以期待在新的球技 用球棒打出好的成績 來體育新聞 高雄採訪報導